大头条来聚焦 大年初四温度溜滑梯 许多高山都变成了银白世界 在南头和欢山武岭虽然未处高海拔 但气候未达降雪的标准只出现了雾松 还是有很多人跑去拍照留念 而在新竹尖石厢的御丰村 则是从大年初三晚间降下了白色雪花 虽然下雪的时间并不长 但到了上午山头和树梢都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色 而另外在台东的南横公路 初四一大早也开始降雪了 时间同样不长 但场面很浪漫 目前都是一片雪 山头白雪覆盖宛如披上白沙 所见各处都是银白一片 搭配薄雾画面越看越浪漫 全部是一片雪 终于等到这刻游客兴奋 马上利用镜头捕捉难得美景 向阳游乐区下了一场润雪 太阳逐渐露脸 让景色的美丽程度更上一层楼 不管怎么拍都好迷人 很兴奋第一次台湾看到雪 25号清晨台东南横公路 向阳地区出现降雪景象 下了大约一个小时时间不长 同样出现美景的还有新竹 下雪了 阿嬷 民众惊呼 坚持向御丰村初三晚上 天空同样飘起阵阵雪花 民众超兴奋 赶紧捕捉眼前美景 开始下雪 宛如新雨的雪花不断飘落在地面 民众笑说 准备吃雪藏冷冻蔬菜 到了早上眼前呈了一片银白世界 大树枝头冰封冻结 完美景致让人目不转睛 冬季限定美景同样出现在南投和欢山 虽然这里没下雪 但遼廓美景很吸人 所见之处白茫茫一片沿路 开车欣赏 全台海拔最高公路点没下雪 但出现雾松 上山民众完全不失望 我觉得圣诞节如果下雪就好一点 因为很像圣诞树 阿会不会觉得很失望 还好啊 因为树有结霜 所以拍起来蛮漂亮 那没看到会觉得有点失望 不会 不会 看到蛮漂亮的 结霜就很漂亮 春节走春顺便追雪 捕捉限定美景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保暖 记者综合报导